六天在公宿中第七月十五 一星期六 在六天文部廟基盤 離空一起小路清水野餐去瓦東 去他們100組的民眾報名參加 現場也有某某的大哥哥 大姐姐要帶來情菜演出 也歡迎美乎報名的民眾 當天可以自行找到野餐的用具 作回來東路 還希望思考囉 還在煩惱要帶小朋友去到處嗎 六天在公宿 特別在六天文部廟基盤2017小路清水野餐去瓦東 就要在七月十五 留在甄甄 這次以野餐為主題 搭配少數的生水情瓦東 還要有各種的沖冠遊戏 要讓大朋友小朋友 讓生得很開心 所以我們路往政公所 特別來舉辦暑假的期間 來到我們文汝廟 參加我們這個野餐去的一個活動 那這次要特別感謝新頻道 贊助那個默默台這一邊 他大哥哥大姐姐也會跟大家互動 來玩一些遊戲 還有我們有闖關 還有就是送水槍 大家在那邊消暑一下 我相信這活動會非常非常的有趣 這次活動總共建立一百祖的民眾報名參加 六天頂上網站安標示 也歡迎維護報名的民眾 可以跟他一起帶他的參與聘聘 做回來動錄 新民族遊刷電視也有贊助很多禮聘 要來回家在地的鄉親 剛聽說這次辦這個活動我們也很高興說我們能夠參與 我們有特別邀請了這個默默台的哥哥姐姐希望能在這個夏日的下午跟所有的這個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享受這個盛宴 新民族遊刷電視當天在現場也會有相關的攤位 我們會有一些有趣的小遊戲 也會有一些默默的贈品要分送給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透過這次2017小路清水野餐去活動 讓小朋友可以走出遊玩 接近台主人 坐在家裡享用美食 多過一個天人又少數的價值 多中華新聞 陸富林 立冠軍 六港 蔡鳳報道